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0号 OK那这是最后的期限 OK看一下6月10号 然后这边 我再确认一下我时间是不是有调 我好像刚刚贴太快了还是怎么样 我把它稍微确认一下 就是时间的话是 等于是6月10号 但应该是6月11号的凌晨才对 我确认一下 因为我之前没改 我变6月10号 应该是变6月9号一定要交 那就会发生错误 我把它边修边确认 再确认一下那个时间对不对 所以这边我刚刚11 对11喔 等于是11的凌晨喔 不是11喔 11是12点 好像是6月 6月 OK好不好意思 7月6月差很多喔 OK 差一个月 OK好 那就是6月11那一天是凌晨喔 不是 所以我这边有显示啦 6月10号一定要交就对了 那里面大概有说明一下 大概你们自己看一下 如果假设有什么地方不太清楚的话 可能就是在传讯息给我 或者写mail问我之类都可以啦 或等一下下课也可以问一下 然后主要就是说呢 你可以延伸其中报告 继续增加所谓的VBA跟聚集 两者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聚集的话 请尽量就是多加一些注解啦 那注解怎么打 其实就是你自己看得懂 我也看得懂的方式 多打一点没关系 没有说你自己打很多 那就不对 没有啦 反正越清楚越好 OK 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就是增加一些 我们前面教过的 那当然了 爬虫部分 这个有点难 所以如果你假设 爬取有点问题的话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现成的 只是说我当然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越完整 那当然呢 给的分数当然有越多啦 这个就是量力而为 可是如果假设 你实在做不到也没关系 你可以当成是未来规划 也可以啦 就是你至少让我知道说呢 你想做 但目前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OK 你也可以把你的困境说一下也没关系 那至少让我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个 这个是全校性课程 很多同学可能是 比如说文学院的啦 教育学院的 其实真的接触到城市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少 但是你说不重要吗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未来你只要进入职场 一定会面临到挑战 所有都是data 那这data怎么处理 会有人帮你处理吗 没有 就是你要处理 那如果你的处理的能力越强 当然一定是越有效率 OK 这是绝对的 你无论在哪个这个位置上 都一定会有资料 那资料以前是人工作业 在纸本 现在没有 全部都在电脑里 所以这个资料处理的能力 相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不是说只有esail这个软体 其他还有别的软体 你可能可以再多了解 你说老师那是一定要直接学BB 没有啦你要学拍的也OK 只是说你要量力而为 那每一个工具它都有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绝对没有说一个完美的工具 没有啦OK 所以你要知道说 你比较适合哪一个 比较而已喔 那个比较是相对关系喔 没有绝对关系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适合使用工具的方法都不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你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你不要说你自己功力不够 你一直要学一些比较困难的程式语言 那有点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的感觉比较多啦OK 所以量力而为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重要 但是不是说你现在不行 就表示你未来不行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OK 就像我跟各位讲喔 我自己是文学院出身的OK 而且我一直念到文学博士 我PhD也是文学的喔 我不是拿那个这个资讯的喔 OK好像之前跟各位讲过吧 OK 那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啊 你就愿意花时间就可以得到 我觉得很多东西喔 真的是一个愿不愿意的事情啦 如果你愿意啊 你连半夜睡觉都在想 城市怎么解决啊 我就是那种人耶 我连晚上睡觉都在想 我那个bug怎么解解不了 我就在想 而且很多bug都是在做梦当中把它解出来的 想啊醒来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脑袋一再转一再转 那这个有点好处啦 晚上绝对不会失眠 晚上都睡一睡 实在是累到已经睡着了 甚至以前我记得在学习这个时候啊 曾经很多时候醒来 原来我睡在键盘上面 因为我会一直在想 但是我一直在撑牙 问题解决 不解决的问题我不想睡觉 那年轻的时候啦 OK 那现在可能心态又不太一样了 但是主要是说我有那种决心 然后因为我自己又不是本科系的 所以我必须要花更多力气 后来教程式的时候啊 其实也得到很多的那种怎么讲 应该算否定吧 因为很多你文学院的你怎么跑来教程式 就像我最早在其他学校教程式课的时候 然后呢在凭这个我的资料的时候 你文学博士怎么跑来教程式 OK就很多的负面嘛 后来怎么办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方法还蛮好的 我就把我三十几张证照 就当成附件 就过了耶 没有人有声音了耶 OK 我很多程式设计相关证照耶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让人家 不要对你有质疑的话 那可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说服别人的 那说服别人不是说你自己讲讲就好了 你是谁 你最好是有别人帮你背书 有没有 那谁会愿意帮你背书 而且是要第三方公证单位 那谁 像证照上面是有人帮你签名盖章 有没有 像你的毕业证书也是一样 有校长跟院长 有没有 强而有力的人帮你背书 OK 好啦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话 我们就要写一个全部折线图 所以怎么写比较简单 直接拿这个美元折线图来改好了 那改的方式的话 就把美元折线图改一下 复制过来改一个全部折线图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内十个栏位 我刚刚算过了 总共有 所以for i 等于 有没有 十个栏位 所以for i i 等于 一到十 等于我要跑十 十次就对了 OK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接下来的话 把这两行搬到中间就OK了 搬过来 搬的话就直接拖拉 放开 然后记得把它按个tab键 让它下一接 接下来的话 就改刚刚讲的那两个 两个地方 第一个改什么 改那个 有没有 我需要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第三次是21 以此类推 所以相差一定是10 那怎么符合这样一个条件 其实方法很多 OK 你也可以想一个 有点像数学的一个什么 一个公式 那当然能够符合我想到的 你如果说老师我有别的想法 没关系 你可以用你习惯的写法 反正只要能够满足 这样需求的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也叫k好了 k等于1 也许它出值是1 然后呢 每当跑一个图 这两行结束之后的话 所以在它下面 把它改成k等于k加10就可以了 并且把k放在1的位置上面 那1怎么放 因为它刚好1是在最右边的 所以你直接把k 记得 串在右边 串在右边不用 像刚刚之前那个串在 两边的 直接把1delete掉 然后移到双引号外面 空一格and 再空一格k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把k串在m的右边 那你说老师 那它不是e的数字吗 对 e的数字遇到and 它就会自动变成前后双引号的e 并且跟m串在一起 所以两个串在一起 就会变成me了 OK 就会变这样 它先变这个 再变这个 然后这样就知道哪个储存格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1delete掉 然后右边移到双引号外面 and k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第一关就过了 可以试试看好了 执行的话 应该就会自动呢 帮我把10个图 画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试一下看看 理论上这样 现在应该就可以跑10个图了 只是那10个图 应该都是美元才对 有没有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 7 8 9 10 你说为什么10个都是美元折线图 原因很简单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set source data 你都是A1到A30 这是日期嘛 然后B1到B36 那你应该是跑第一次的时候是B 跑第二次的话是C EASILY推 所以你要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可以满足 当I等于E的时候 它要取得B这个文字 放在这边位置 当它等于2的时候 变成C EASILY推 那这个怎么做 其实这个我也想了很多方法 然后仿间书籍也有不同的方法 反正你可以想出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一模一样的 那我先把它旧图先删掉 删图这个在云端上有这个 把它删掉 怎么样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希望做这件事情 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什么 那个蓝 我给它一个变数叫COL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就是COL COL 等于 等于什么呢 那如果说它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串文字 那我当它跑第一次的时候呢 就刷第一个就是B 第二个就是C 所以呢 我就用一个叫MID函数 钱瓜糊 MID还应该有意思啊 切割嘛 那 字串的话呢 我这边想一个方法 就是给它一个字 什么字呢 里面放什么 BCDEFGHIJ K 好像到K吧 蓝好像到K我看一下 那我就是直接在这边打一串文字 这串文字的话 逗点 直接把这个 它第二个问题 参数问你说 那你要哪一个字 我就直接放I就可以了 为什么放I呢 因为I等于1的时候 它就会抓第一个字嘛 B嘛 那当I等于2的话 就抓C 当I等于3就抓D 也刚好符合我要的这个需求 最后逗点记得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因为我要一个字当蓝名 OK 然后后挖鼓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得到第二个参数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应该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OK 当然不是说只有唯一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 还蛮有智慧的 OK 这个应该 不是 这个我想很久了 但你说老师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一定有 像之前有同学说 他用那个内码的方式抓 有没有 内码位置可不可以 但是那个对于 学过其他程式语言可能简单 但对一般没学过可能就比较困难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直觉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COL这个变数 放在哪里呢 放在B的位置 有两个B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它串在中间 那之前跟各位讲过 那个串的诀窍 有没有 双引号两个 先把B选起来 移到中间 再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那之前加一个I 现在加一个COL就可以了 然后把AND符号呢 前后加空白 好 这样的话只有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还有一个B 这个地方一样 选B嘛 然后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COL 然后呢 并且把AND前后加上空白 好 理论上 如果你没做错的话 没有红色字的话 那表示呢 应该就完成了 刚刚加这个 有没有 双引号两个 AND两个 都移到中间 那中间再放一个COL 记得AND前后 一定要加上空白 好 最后重要时刻来了 如果可以RUN RUN成功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没问题了 看一下 有没有 美元OK 人民币 欧元 日元 这样 感觉就蛮清楚的 那你会发现 像最近美元真的是涨一波 然后又 好像又谈下 就是又回 然后又再涨 那人民币的话呢 一直往下跌 然后欧元 有没有 那这个美元 对日币 有没有 其他各种匹别 那英镑 英镑跟澳币很像 这个波 所以这两个好像有点 都一直肌肉不振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你们就是再把那个 按钮把它做出来 那今天这个 大概就是 把这个部分完成 大概就 就OK了 试试看好了 所以 最后再加上 总共有 一个 两个 四 五个按钮吧 这个 把按钮加一下 这样的话 让它可以很方便的run 第一个就是 汇率下载 然后再 美元折线图 所以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大概做到 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不用 然后呢 我希望可以看到 按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把资料下载 并且修改日期 按下这个呢 就画个美元 按下这个 画人民币 按下这个 全部的折线图 通通出现 那主要就是更改 两个变数 所以 刚刚比较重要的地方 一 就是在外面包回圈 for i 等于 1到 10 二的话呢 把这边的 m1 改成k k的初始值为1 每执行一次 加10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需要的话是 藍的名称 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用mid 去切割 切的话呢 因为i它会变动 所以我直接把i放进来 它每跑一次 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然后放在col变数里面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col变数呢 放在这个位置 原来b的位置 就完成了 ok 试试看好了 那这段词试码 应该云端白板上面呢 也可以看得到啦 ok 那其实当然 你说老师那我不要这样写 可不可以 一定可以 绝对有其他不一样的写法 只要能够满足 这个变数呢 就是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0 11 21 反正每一次都加10就对了 其实我之前不是用k啦 我之前用另外一个方法写 但后来想一想 好像没这个简单 所以我把它改成k 好像更简单一些些 你们大概可以试试看 之前我怎么写 我记得好像我这边是 这个k我好像用的方式不是这样 k的数字 我好像把它放在 放在这边吧 我不是k加10 我本来写这样写 k等于1 然后后面的话 乘上什么呢 应该是加上 瓜糊 i i i 減掉1 然后乘上10 这边就不用k k等于k加10了 你说老师 这什么意思 因为減掉1之后 他原来1 乘上10的话就是 加上10的几倍嘛 第一次的话就是1 所以 i減掉1 1減掉1就0 0乘上10还是0 所以第一次是1 第二次的话 i等于2的时候 2減掉1 1 1上10不就是10 所以1加上10 也不可以 变11了嘛 所以如果写成这样 可不可以 一样可以啊 所以乱一下你会发现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应该也会一模一样 我把它上一下 然后把它执行 看一下 有没有一模一样嘛 ok 所以跟各位讲 写程式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 后来我发现 这个写法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 我是蛮容易理解这种写法的 因为这写法我蛮常这样写的 但是别人可能不见得一下能够领悟 后来发现 好像大家比较习惯用k 后来我就用k来写 也ok啦 另外你说 老师那mid这个 我不要这样写 可以啊 你可以用什么 用内码的方式 抓内码 比如说内码的位置 这个你们其实可以查那个什么 ASCQ内码表 你打一个ASCII 这个以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这个啊 内码的这个内码表 随便抓一个 这边不是内码表 那内码表的话 假如说呢 我们今天 这个这个 随便找一个 这个好了 内码的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要B 大写B在哪里 大写B加66 内码的位置66的话 就是B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要得到这个B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抓那个内码 那内码怎么抓 其实在VBA里面 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这边其实Ctrl G 就即时运算 问号是print 我记得好像VBA里面有哪个 你可以呼叫内码叫 应该是ASC这个函数 挖虎 比如说给66的话 好 Enter一下看一下 54 他可以呼叫那个内码的位置 还是call ASC 好 那你可以用那个内码的方式 就抓到那个 内码 所以你只要给66的话 它就会得到B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概念 如果你要C的话 67嘛 它好像顺序的 那如果你要D的话就68 那这样不是也可以把 如果你假设你不用刚刚我这个方法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chart 那它如果是B的话是66 那所以呢你就加65就好了 那就OK了 比如说你这个 我假设不用这个方法 那我如果用方法2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用chr col col等于什么 等于vba.chr 然后呢 它如果是65加上多少 加上i就可以了 为什么加i呢 因为加了i之后 它加1嘛 变66 那66取得不就变成b了 那b的话放过来不就是我要的 那如果在C的话 刚好等于 它如果等于2的时候 那就是C嘛 A是可以推 那不是OK的 所以如果这个方法 那可不可以满足它要的结果 我试试看好了 所以这个方法可行吗 我想应该可行 我应该把它这个删除掉 然后这个的话再run run 我这边不确定按这个中断点 然后把它跑一下 停一下 按F8 如果有时候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停一下 得到b 再把b放进来 有了 其他都差不多了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OK 也可以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跟各位讲 程式绝对不是只有一种写法 你随便想 就至少想个五种以上 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你不要想那么多 最重要是哪个最简单 你最直觉 最好记 不用特别还要去背 像我 我为什么一定写密的 因为密的 我绝对不会写错 但是如果写那个chart 我还要查一下 为什么 因为比较少用这个方法 但是同学问到说 老师我 我习惯用那个内码 OK 不然你就用chart OK 那我不习惯 我查一下也大概知道 我怎么查 其实很简单就是 你可以用那个vba 打一个vba点 其实里面就有函数 或者你按一个f1 上面按f1就是 可以呼叫它的help 你可以再去里面找找看 找一下 比如我刚刚会跳这个 什么asc 然后你查 如果不是的话 底下好像会相关的chr 也会跳出来 那这样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有没有 它的 输出这个得到a return a 那我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用chart 就可以达到我要的这个目的了 那就可以把答案给想出来 所以有时候 这个程式怎么写出来 那就是查出来了 OK 好啦 所以今天的这个作业 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做完 那并且把按钮也给做出来 所以今天大概基本上做到这五个按钮 五个按钮 对 下面这个不用 下一次才要讲这个 好 因为你会发现查来查去 只有查好像四月跟五月 结果同学说 老师那我要更多的资料 我想要这近一年的资料可不可以 一年的资料 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它画成两个 有没有 甚至可以画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都可以 不过这个衍生性还蛮多的 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自己再玩玩看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后来发现奇交所有另外一个延伸的 这延伸是什么呢 它其实资料是从这边来的 而且你可以变动 比如说你不要四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六 你想要变三月份好了 三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六 按下送出 那这边就有三月份的 只是说这个资料 大家知道现在还是在网页上 但问题 网页上面的资料 我要怎么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 Excel里面的资料 这件事情的话 下一次再看 这难度又更高 但我觉得这蛮重要 因为未来如果 你可以把所有网页的资料 快速可以爬下来 放 Excel 你马上可以把资料做后续处理了 就简单了 不然你怎么办 Ctrl C Ctrl V 都人工绝对缓不济息 OK 试试看 那今天的部分 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作业部分的话 就是做到 刚刚讲的那五个按钮 就OK了 至于说你要不要变化 做其他的写法 这个就看客人 OK OK 好